你好,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 如果要講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振著百成多的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組合超過一百萬元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複名食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朝 如果我們用新朝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它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局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把八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比堅貼財、直神相關、正天財、官殺和正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七十億 斷股都不會區區只有十年的運動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朝去預測 未來年的運動 在我們華人社會裏面 早已成為傳統習俗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個年就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探考一下 未來2015年的新朝運動是怎樣 俗古的朋友分別有1938、1950、1962、1974、1986、1998和2010 以納春後為準 俗古的朋友在2015年運程是相當好的 限正財運 雖然是修成一年 但是也要付出努力才有成果 天財方面就麻麻 所以只能夠與小博大 千萬不要想過大海來個大博煞 贏少少就好走 吉星方面有三大顆 恭喜你 有紫眉星、隆德星和天喜星 紫眉和隆德可以令熟古的朋友光芒四射 發揮自己的創意、才華 能力 如果你是從事設計、創作 或者需要用腦 那就更加好 可以放膽地去天馬行空 屬古的朋友在2015年 會有很多老闆關照你的 有機會升跡加身 但千萬不要得意忘形 以免自己的運程由吉便空 另外由於有顆天喜星 所以在2015年屬古的朋友 桃花非常之好 家裡有可能會有喜事、結婚、生兒子、換身車、裝修 或者去旅行 但如果對一些結婚的人士來說 就要小心身舊桃花 或者第三者的爛桃花的處理 又或者意外懷孕 又或者意外懷孕 空聲方面是有亡神、天厄、羊刃、暴拜、小號 亡神、天厄、羊刃都會令你的健康麻麻 尤其是肺和胃消化系統 骨、面、情緒 如果你有吃開煙的話 就吃少點煙 暴拜星是會令熟古的朋友 在2015年做事 一開台是很順利的 但中途會有一些小插曲 以至前功盡費 所以要謹慎同志 暴拜星也同時是主破財 所以熟古的朋友 在2015年最好不要賭大錢 小號星是主一些小破財 所以浪費一些開心錢 所以也不需要管 健康方面尤其是1950年 熟古的朋友是需要特別留意 呼吸系統 因為金、金和血木是相合的 1962年就要注意脾胃和消化系統 1986年就要小心小意外 可以考慮一下 配戴一隻金馬帝 熟古的朋友 在2015年是特別需要留意的月份 是有蒸月、農曆的4月、7月和12月的 至於有什麼風水佈局、吹雪地風 詳情可以瀏覽我的歡樂 Kimsing.com 裏面的真志緊來 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定期上載一些最新的資訊 最後祝大家若年行好運 心想事情、身體健康、潮流滾滾滾 感應好